在如此具挑战性的时期 国人展现出了韧性、勇气以及团结一心的精神 哈利玛总统在今年国庆庆典参与者的线上答谢活动时指出了这一点 他同时也感谢所有参与者为国人奉上了一场安全且特别有意义的国庆庆典 哈利玛总统强调在疫情下组织这样一场国庆庆典绝非一事 他需要组织者、表演者以及幕后人员等全体参与者的努力 哈利玛总统也说 国庆庆典一如既往地成为我国各阶层人士展现才华的平台 而国庆日也让国人反思作为一名新加坡人的意义 明镜与点点栏目